对于欧阳球国澳,事实上,中国国澳的实力还是有一点点差距,不过不大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场比赛打就一球的就是恒代的22岁年轻轰大杨丽宜。 剃股出产的杨丽宜,展现了金银的高峰能力,让首高的前锋胡敬航,由越南等人跟欧阳师傅。 在争超新赛季开打之前,杨丽宜的大放发,对于恒大来说,是一个好赵头,因为他的发挥,可以使得卡纳瓦罗在台边逼征风陋有了更多的选择。 众所周知,在上赛季,杨丽宜就作为由爱发射到了重落,上场机会非常频繁,这也使得杨丽宜充分获得了表现机会和动力机会。 新赛季引进了刘世豪,两人的位置有一定的冲突。 不过恒大在此前也明明勾定了,外人配置只出场两位,那么这意味着给了更多年轻前人更多的机会。 而刘世豪和杨丽宜的直接竞争,也将促进恒大这人体系的维化。